县政府从109年9月实施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开始 便推动许多机制 目前已进入营养午餐3.0计划 以食安五环政策为基础 让营养午餐制度和配套措施更加完善 目前已经推行到了营养午餐3.0的一个计划 充实了我们现场的一个午餐的一个人力 以及我们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一个推动 例如我们的孙安国小得到农粮署的一个特有奖 还有我们的毕竞国小等等很多学校都推动 那包含我们的学校内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一个农园 可以让学童们就近的在学校去做食农教育这样的一个过程 另外县政府也整合县内有机农业的资源 积极鼓励学校推动在地特色食农教育 并结合农业卫生等单位推动营养午餐数位化管理 来提升联合鸡茶的效益 让师生吃得安心 家长放心 在营养午餐的一个把关上面 特别讲究安全以及健康 那所以我们的一个数位化的一个管理 也是在去年来正式推动 那也结合了我们的农业处还有卫生局 特别就食材以及我们食物的成品方面来去做把关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食农教育的一些政策 还有我们的有机蔬菜等等 都是现场非常支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以整个幸福的一个力量 来去推动食育教育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后续在食农教育法 也在去年来正式的一个启用 所以我们也会持续跟着食农教育法的一个脚步 教育处表示后续将依照食农教育法政策 让营养午餐不仅要吃得安心 吃出健康 更要让学生认识饮食素养 共同拼出宜然好食欲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报导